乌俄开战 国际情势陷入紧张 那台湾又该如何因应呢 总统蔡英文严厉谴责俄国的侵略行动 也宣布将跟其他民主国家一起 对俄罗斯展开经济制裁 现在外界也担心 今日的乌克兰是否就是明日台湾的写照 苏贞昌跟国防部长邱国正都强调 台湾跟乌克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世界的产业链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非不会主委冯世宽更直言 讲这种话的人很无知 俄罗斯和乌克兰全面开战 国际一片踏伐声浪 台湾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份子 总统蔡英文出面表态谴责俄国 对于俄罗斯昨天片面展开军事行动 我们要严正的谴责 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的侵害 以及对于区域和全球和平 稳定的捕害 不只口头谴责 台湾也决定跟其他民主国家一起 对俄罗斯祭出经济制裁 台湾也会加入国际社会 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自从俄乌战争爆发 就不断有今日乌克兰 明日台湾的声浪 攻击羹在两国开战时 再度侵扰我边境 但政府定调台海情势和俄乌状况 大不同 台湾跟乌克兰情形大有不同 我们不但在世界的产业中重要 同时无论就地缘政治 或地理环境 以及台湾全国的团结 这种论述嘛 但乌克兰跟台湾 毕竟还是有点差异的 不管是地缘 地理环境 有它不同的地方 那有些人就说 近日乌克兰民进 这些讲话都是物资 国际情势迁一法而动全身 面对俄乌情势 除了跟进西方国家 制裁列车 同步关注台海情势 做好沙盘推演 记者凌晨就昂为财 特别的报道